我們一起中讀使徒聖經 我信上帝全良的父我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 因著聖靈成印由同聖女瑪利亞所生在本雕彼拉多俠 受難被丁于十字架受死埋葬 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 聖天助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存那女剛能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 我信聖兒公司教會 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聖得世面 我信身體活活 我信永生安活 感謝美誠的神今早你帶我們來到你的同聖之中 感謝你的恩典來擁奉我們在今早上 感謝你的恩典來擁奉我們在今早上 求主要用你的話語來威養我們和求你簽我們你的力量 希望我們真的覺得我們有時的重担非常之重 求你從我們的重担之中釋葬我們 求主要我們謙卑地來到你的同在之中 求你憐憐我們 求你紀念我們所有的禱告 求主要聽我們的禱告 我們的病、我們的工作、我們的牌子、我們的問題 甚至我們的婚人 我們奉主耶穌基督名祈求阿門 請坐 今天我們繼續看以西節書 今天我們繼續看以西節書 二十三章到二十四章到二十四章 今天我們要讀的經文是 二十四章六章的經文 我們一起看以西節書二十四章六節 一齊讀的經文是 主耶穌基督名祈求 我們要繼續看以西節書 二十四章的經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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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第一部分的預言在以西結書中是由第三章至二十四章 這就是第一部分的預言 至二十四元以西結書中的錄音 第二分是是正確有所謂的 南國的西結書中以西結書中有所謂的 西結書中的壞書中以西結書中的錄音 所以這也是二十四元以西結書中的壞書中的壞書中 而南國的25章至32章 南國的預言是當時北國以色列已經被滅了 南國仍然存在 然後從25至32章 這裡有一個詩詞 今天我們會看過其他國外國的以西方 北國以外的國內 竟然是在24章 竟然是在今天24章 提到耶路撒冷的最後日子 而在二十四章中我們看到 巴比倫軍隊已經圍繞以色列的城 準備去攻陷和毀滅以色列城 因為耶路撒冷是非常歷史性的 當然是非常歷史性的情況 因此《耶路撒冷的日子》 《耶路撒冷的日子》 我們一起讀 《耶路撒冷的日子》 《耶路撒冷的日子》 そう說 《耶路撒冷的日子》 提到《耶路撒冷的日子》 順便提到 你必須要注意,你必須要學習 那是如何學習 你必須要注意,這就是你的俗經方法 日子,地位,場所要的方法 要學習 他在說話,特別是 我們有時間,然後年 就像9月,10月 他在廣告,第九年,10月 十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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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 這個日子,十月,十月,十月 之後他繼續說 那天就是巴比倫王 去攻陷耶路撒冷的日子 在聖經這裡已經說了 巴比倫王的耶路撒冷的日子 然後 然後 之後 神的話語就臨到 以西結那裡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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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在這裡問 就是要放一個煮熟爐 然後 就是要放一個煮熟爐 在這裡 我們來看看 什麼意思 我們看三至四節 我們看三至四節 三至四節 我們一起看 要向這半夜之間 切比喻說 主人和華語主說 將鍋放在火上 放好了就 倒在水 就倒在嘴其中 將肉塊就是這一切的肥美的肉塊 許和卷都聚集在其中 藍美好的骨頭把鍋在門 取羊群中最好的 將柴對在火下 使鍋開滾好 把鍋頭就在其中 是關鍋流ál購 是關鍋的 那裡的佩高 這是你所知的 我會迫你 我會給你這種心 為什麼這樣呢 主要特別讓人們知道 當時在耶路撒冷的痛苦 在那時候住在耶路撒冷的痛苦 在耶路撒冷的人是非常痛苦的 就像一個鍋裡有肉一樣 非常痛苦 我們現在去研讀今天的經驗 第一項是關於生壽的鍋 神經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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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不只是煮的鍋 但準備了一種煮的鍋 為甚麼呢 為甚麼呢 原因是甚麼呢 我們一起讀 第六節 我們一起讀 為甚麼呢 意思是甚麼呢 這個代表是這個生壽的鍋 神經病說 神經病說 於是這個生壽的鍋 神經病說 那是這個生壽的鍋 那是這個生壽的鍋 代表是這個生壽的鍋 神經病說 你可能有一個問題 牧師你怎樣解釋到 這個三獸的鑊代表以色列 這個羊代表以色列的人在他的最終被煮 你讀《先知書》的時候 有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有些人說 有些人說 《先知書》的時候 他們說 這個意思 沒有 有些人讀《先知書》 不是這個意思 我不想用《先知書》 有很多所謂的 我不想用《先知書》 但是有很多人 錯誤這樣去演繹聖經 當你讀《先知書》的時候 你必須讀《先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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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知書》 就像《先知書》 我們看《先知書》 24章6節是這樣說的 《先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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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掌的大壽亦未除掉 这壽就是用果也不能除掉 在你污蔑中有任何 我结证你 你却不结证 你的污蔑再不能结证 等到我向你发怒 发的喉 止息 这个秀 还没有除掉 除掉 他说得很清楚地说到 即使用果也不能除掉 即使用果也不能除掉 神去结证他 也不会被结证 因为互惠再不能结证 他说得很清楚地说到 这些秀 其实就是罪 正经讲到 这个秀 根本就连火都不能除掉 其中一样就是 行任得罪 这个秀 这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不能除掉你的罪 这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秀 这意思是 只能不仅仅仅让祖祖基督 只能承受他的罪 即使用果也不能除掉 根本就无法解د 即使用果也能够除掉 根本就是其中一样的尽力 一直跟他在十字架所做的一切才能被除掉 不是被我们去除掉 第二点是讲道 与西结妻子非死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 當以西傑是宣講神的話語 他有一件非常悲傷和沒有預料中的事發生 當他宣講神的話語的時候 他的太太就禍了 阿姨死了 也沒有死亡 神在這裡說 即使你的妻子已經過了傷 但你不可以爭 我們看第17節 是這麼說的 只可嘆息不可出聲 不可扮你上市頭上言辣 火頭跟著上形穿鞋 不可蒙著嘴唇 也不可以吃雕喪的食物 不可以吃雕喪的食物 然後阿斯基尼24 18節 我們繼續看第18節 我們一起讀 於是我將這次早晨告白聖晚上 我的妻子就死了 所以他聽到要道了 每天早晨我變遵命而行 前夜早晨我變遵命而行 在早晨,他宣傳了話語 在晚上,他的太太就過世了 以新結宣傳了十日時 如果你不可以悔改,你就會有懲罰 所以你要悔改 所以在那晚,他的太太就過世了 所以那些人就說 你就跟以新結宣傳了 你要悔改,所以你太太過世了 你看看,那些人就是這樣說 你以前的世上有這些事情 但是,什麼意思是 他已經說了自己的意思 他也沒有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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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們很多人殺過 也沒有說過 他也沒有說過 還不用盡抗 我們需要盡力 但卻有所因 Zeal 這個意思是 當神的懲罰來到耶路撒岩時,就叫以色列不要為他們而復 當神的懲罰來的時候,我們要神的憐憫 我們仍然要神的憐憫,都懲罰來到我們那時候 所以神就叫以色列,就算你太太過世,你也不可以哭 神聖者的生命真是對的,以色列的生命,我們看到的大耶穎者 他們的生命,他們的生命不太好 我們看到偉大的,以色列和以色列的生命 他們的生命不太好,雖然他們非常之偉大 還有很多悲傷的事情 有很多悲傷的事情來到,就算以色列叫他們去悔改 他們都沒有悔改,我們要很小心聽神的話 所以現在,神的懲罰來到不同的教會 神的懲罰來到不同的教會 你沒有聽神的話語呢?我們一定要去聽神的話語 他們是在天堂和地獄的教會 很多教會沒有說過天堂和地獄 很多教會沒有說過天堂和地獄 為甚麼呢?因為很多基督徒不想聽神的懲罰 所以很多牧者都沒有說過這些信息 沒有說過天堂和地獄的信息 是在沒有其他的地獄 只有兩個地獄就是天堂和地獄 這個就是放在你面前的選擇 天堂和地獄 天堂和地獄 請大家記住這個信息,我們一起報告 我們親愛美聖神,感謝你給我們今神的訊息 就算是今神祖以色列把你的話語宣傳給以色列人 而他們沒有聽你的話語 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去聽你的話語 父子,我沒有會計的機會 幫助我們 不要失去另一個悔改的機會 我們幫助耶穌基督命祈求阿門 我們一起眾讀主討文 我們在天上的父縣人都尊你的名為 誠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 行在地獄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天次給我們 願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得的的債 不叫我們如見先探究 我們脫離空 因為國道權並榮耀 全是令你的直到永遠阿門 我們繼續為Willy Ho 討告 和我的弟兄姊姊姊姊姊 為Cecilia 為了祝福福祈求 為了美琴媽媽討告 和他的復服を討告 還有陳娟靖雍 和陳建興 也為了我們教會討告 為了榮莫斯討告 為了香港討告 和你們自己的�okο 禁止因為我們此為atri人 為了王 tells 慈禁吉樹 和在基督這些星臟 的節目之下 我們之 точ全部用祈求 我們呼求上三次一起討伐 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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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recho 劉絲 P P